泳英高級教練機24號一早軍方測試 武器彈牙吸掛與投放 教練機在台中掛載模擬空對空飛彈 以及空對面的訓練彈升空 23號航線試航 今天重頭戲是投彈測試 泳英高級教練機11洞洞2原型機 從台中飛往彰化 翼肩掛載AIM-9P翔尾蛇 TCE空對空飛彈訓練彈 翼下則是掛載BDU50500磅水泥彈 驗證武器掛載構型 根據中科院日前公布射擊通告 從6月23號將在台中外海 由詠英機拋頭500磅水泥彈 先從任務機掛載假炸彈後 再進行投彈航線測試 詠英高教機2019年9月24日正式出場 2020年6月22首飛 未來將取代AT-3教練機 以及F-5不訓機 將原本三階段三機種飛行員訓練 經進為三階段二機種訓練 根據空軍規劃 永鷹高教機預計2024年完成45架生產 至於現役F-5戰機預計2024一年內全數除役 高教機力拼符合空軍作戰需求 且擴充能量範圍較大 未來隨時可以投入戰鬥任務 TVBS新聞陳鴻翼 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